还有就是 大家都注意到了 每一起案件中 受害者的腹部都会被刺入一刀 但唯独这个赵丽 被毁容并切入 这又是为什么 简单地说 凶手肯定具有仇视女性的心理 甚至对女性施虐 能够带来最大的快感 所以 赵丽的抛尸地点和捆绑方式 虽然与两名男子相同 但被摧残的程度上 却更为严重 可是 如果凶手 真的具有仇视女性的心理 他为什么 不会如咱们之前所说的 一直选择女性下手 而要物色一些男性呢 我推测 只有两种可能 一 凶手具有双重性别趋向 也就是双性恋 第二 也是最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就是本系列当中 一定会存在一个女性凶手 就是说 这还是一个团伙 团伙中有男性成员 也有女性成员 所以 对待男女死者 才会出现不同的施虐手段 听到这里 我似乎明白了一些 立刻就说 如果确实 有着两性的团伙 男性凶手 对男死者下手 女性凶手 对女死者下手 因为感情认同不一样 才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虐待方式 司马局长笑笑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 也说不好 就是男对男 女对女 或许 男对女 女对男 总之 这个犯罪团伙 绝对不是青一色的性别组成 经过上述推理 我们认为 系列捆绑杀人案 因为团伙所致 成员不低于两人 其中至少有一名女性 当我们问司马局长 对犯罪分子的身份 是否有了初步勾勒时 他想了一想 然后拿起三起案件的照片 逐一看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慢慢地说 三起线上的沙洞 搅拌机 还有水缸 共同点 就是外观 呈圆柱性 内部空间狭小 且阴暗潮湿 这一点十分重要 不同点 就是各自的气味 颜色等等 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 还有 死者 经全身赤裸 被捆绑成球状 同时 腹部被刺入一刀 要知道 犯罪手段 和犯罪行事的选择 肯定是受犯罪分子 自身潜意识所影响的 或多或少 都会留下其思想深处的某些烙印 结合这个观点 咱们分析一下 究竟凶手的选择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经过司马局长提醒 我们纷纷做出了各自的猜测 其中 肖天明的猜测 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 首先 说说这三个抛尸地点 他们的客观环境 让大家想起了什么呢 空间狭窄 暗无天日 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常人印象中 是不是有些像监狱的感觉 如果是 说明凶手 曾经受到过刑事 或者是行政拘留 有可能 曾在看守所 或者监狱 度过一段难熬的日子 可能是畏惧 可能是憎恨 因此 对那种环境 有着极力深刻的心理体会 其次 凶手采取 解锁捆绑受害人的方式 意味着 受到限制失去自由 这不就是 对上面猜测的最好诠释吗 最后 刺入腹部的一刀 意味着 是一种解脱 通过死亡 达到对自由的追逐 凶手有可能 在不行过程中 蒙发出自杀的念头 可什么人 会想到死呢 也只有那些重刑犯 自敢前途渺茫的人 终上所述 凶手 应该受过刑事 或者是行政处罚 且罪责较大 刑期较长 年纪不会太小 所以 才会在出狱之后 因为境况窘迫 实施抢劫杀人 但因为 那段受到管制的日子 凶手有着 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并形成为 其内心深处 一块深刻顽疾 最终下意识地 将这种心理烙印 体现在了 其犯罪手段上